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李慧儀 這位華誌嘉賓友Samuel Samuel 你好 我是Karen 跟大家看看內地及香港股市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普遍下跌 湖深300指數收報4867點跌49點 申請成份指數收報14536點跌89點 上市綜合指數收報3656點跌6點 港股方面 恆指收報25,033點跌469點 葛企指數收報8936點跌145點 大致成交1570億 Samuel看到市況下午回來跌多了 剛才最多跌超過500點 幾次都穿了25,000 但是收市剛剛好守得住 其實會不會失而復得了 雖然25,000這個位置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關鍵位 如果一旦穿了也要有更大的戒心 暫時的市況仍然算是比較偏弱 你見到可能沽的板塊上面 除了近期可能有些政策監管的內訪 或者可能說一些賭股 其實一直以來算是比較若慣 那些科網龍頭 包括說ATM股 其實今天仍然是要叫跌的 美團和騰訊都跌了4% 所以就變成了整體來說市況一直以來都叫做靠著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這個原則 將這一集的股份賣上去 但是你說如果對於科網股的監管都叫做出 例如仍然說到可能要設定一些不能夠沉迷上網的一些遊戲 或者可能說一些公共的訊息裡面 可能不可以有一些不合規的一些資料等等 這一堆那堆的監管消息 其實都仍然是纏繞著你說ATM那堆的因素在 所以就變成他們的股價暫時偏弱一點 再加上一些舊經濟股都開始叫做一齊被人推下來的話 大市回落的那個的壓力仍然是叫做比較多一點 昨天北水本身就沒有什麼一些淨流出的 昨天都叫做少少的淨流入在 但是今天開始就有8至9億左右了 開始有個淨流出的情況 亦都是加大了市況的股壓 所以暫時來看你說25000這個位置守不守得住 暫時都需要叫做時間去叫做再妄多一會兒 我覺得你說這一段的時間跌得比較急一點 或者你說短時間之內跌得比較急一點的話 需要叫做考慮一下是不是真的叫做可能穿位的機會都比較大一點 近期你說去到26500左右一路叫做跌下來 整個星期累計都已經叫做跌了成千點了 所以波幅上面大致上都足夠 還有你說你說這一段時間守不守得住呢 都可能要叫做等其他外圍的消息才叫做有些支持在這裡 美股暫時都是處於一個高位整固的格局 中國方面的沒有什麼一些經濟數據可以支持到 剛剛今天早上出來的零售銷售 都是叫做差一個預期的 因應你說九月份或者你說八月份 叫做有個疫情 還有你說你說有一些天災的影響 餐飲收入方面是叫做跌得比較強一點的 同時間一些本身熱炒的一些服裝鞋帽 或者你說一些針織品 還有說你說一些通訊的設備 包括說你說家用電器 還有說你說一些手機類的通訊器材 都開始叫做見到一個按連的跌幅在這裡 所以就變了一些三頭馬車的數據 本身都已經叫做比較差一點 算是叫做差過預期 同時間你說你說MLF方面 今天續期大概續了6000億 暫時就沒有什麼一些驚喜 所以就變了大市仍然處於一個偏弱 也是叫做試低位的一個格局來的 今日來說你說都是收著那個day low的位置 很難決定是不是真的叫做即使見到一個底 所以我覺得你說要拿貨的話 一直以來都是強調的 唯有是拿一些叫做比較強勢一點的 例如說一些化工股 化肥 或者說一些新能源相關 其實如果你說有拿這類型的股份 其實基本上這個星期 都可以完全避免了這一輪的跌落 大家留意市況比較弱 除此之外 今天早點一定是豪賭股 都跟Samuel更新的 試完 剛才澳門當局說要改博彩發資訊建議有九項重點 看到豪賭股都沒有一行免 下午回來跌多了 普遍都跌兩至三成 金沙直跌了三成二下來 其實看到大海已經看探了 摩通就說 憂慮豪賭股值會下收 所以就會有好幾隻豪賭股的評級 和目標價都削弱了 還有他預計監管是趨向更嚴 對賭場營運商資本和營運 帶來不確定性 更加認為今次的修改 是一個方向性的訊號 Samuel 剛才下午就說過 可能有個別的那些都可以留意一下 會不會可以薄反彈 但其實現在看下午回來又跌多了 會不會真的不要賭了 真的不知道這個辦法是何時才會轉回勢 沒錯 剛才下午的時候都看過 你說可能看著一些本地的 或者是一些沒有什麼外資背景的賭股 看看會不會守得住 早上的day low位置 然後可以看看有沒有條件做反彈 但你看到一些本地的 即是你說銀魚 或者你說澳博 其實下午回來都是要試著一個新的day low 所以就變了 這一刻他們算是站不穩的 就變了不是真的叫太直播 無論是外資也好 或者你說可能自己本身 一些本地的品牌也好 暫時那個風險都是叫做有的 現在市場主要在擔心兩個很重大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比較嚴重一些的一個預測 就是說你說可能內地有機會叫做收緊這個發牌的制度 由三正三副牌的一個原則就開始叫做轉變成 可能只是發一些正牌 變了你說可能如果在最壞的情況之下 拿不到副牌的那幾家公司 有機會是可能沒有得做一個合法的營業 目前來說 澳門只是對銀魚、永利和你說澳博發了正牌 然後副牌就慢慢分給金沙、辛豪和你說美高梅 如果你說之後那一輪的時間 真的出現一個收緊 只是叫做發一些正牌 而且可能你說數量維持不變的話 那這個情況對於某部分拿著副牌的公司來講 會是一個最重大的不利因素在這裡 但是現階段來說 你看到他們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都暫時未是持有一個真的很強烈的取態 純粹現在處於一個公眾諮詢的狀況 所以就看看你說會不會真的寫 整個業界出現過比較大的迴響之後 可能會沒有那麼強硬 那這樣東西可以叫做斟酌一下 但是現階段來說 暫時市場都price in了一半 這類型的最壞的情況 但是你說另一個沒有那麼壞的scenario 就是可能沒有那麼差的情況 就是說你說可能 即使你說可能每一間公司都可以合法營業 但是他們在股權的架構方面 有機會要滲入一些國有的資本 或者可能你說中央委派的一些投資者 才可以正式營業 那這些對於你說可能 整個資本架構方面 本身一些外資的規模 或者你說外資的佔比完全比較多 譬如說永利、金沙、美高梅 這些本身屬於外資的話 可能會叫做很大量地 被人家叫做溝淡了 他們自己本身的股權比例 所以就需要看看 他們下一步會做些甚麼去配合 如果你說要引入一些國有的投資者的話 可以基本上有兩個做法 要不就叫做發新股 給一些你說可能自己合規到的資本 另外一個方便 就可能自己做一些減辭 然後將原有的舊股份 賣給你說可能一些叫合規的投資者 那在後者來說 對於你說一些散戶 即是說一些零售投資者 就沒有出現到一個攤博的效應 主要就是沒有新股發行 但是如果你說要給到一些國有的投資者 真是叫做參股要做到一個比較明顯一些 或者說 substantial的影響性的投資者的話 他們要批出來的股份 可能會很大量的 有機會可能要叫做發三至五成的新股出來 才叫做可以符合到當地的條件 所以如果假設這個是一個條件 或者是這個scenario的話 大家的股份就可能會被人貪薄得很厲害 所以這幾件事是暫時現在市場叫做憂慮得比較重要 那目前來說 你說既然這堂股份 今天都是處於直接推到day low的位置 那我相信大家撈底的意欲都沒有什麼了 所以就看著剛才提到幾個因素 會不會可能在諮詢期 即是說在這40天之後 完了之後 慢慢明朗化 那才叫做出現一些 你說可能比較明顯的買入訊號 大家才去叫做考慮駁一下 一些本地的股份 可能相對地影響比較少一些 那這40多天之內 慢慢都會浮一些消息出來 就是說你說可能當局 會不會有某部分的取貸 會繼續發一些牌 或者說你說可能資本的佔比 起碼給到一個guidance大家的話 那到時大家就有數得計了 是的 大家都留意剛才Samuel所說的那些因素 留意40多天內的消息 另外看到豪島股今天就倒下來 其實內房股這個板塊 就好像跌了好幾天 就是比較弱一點 都說到了 恆大系的問題 就令到整個板塊氣氛比較差 看到今天很多隻又再繼續沉底 融創繼續破了4年半的低位 而看到碧桂園食籌是收市跌的9% 都是全年低位來的 中國恆大亦都是全年低位 那Samuel這個板塊 是不是都不要估底 因為都不知道是不是見底 雖然已經跌到很低 除了一些高槓桿 就是可能你說融資比率比較高一些 融創、富力或者你說恆大 雖先跌下來之外 今天跌得比較深一些 亦都是有碧桂園 即是說是藍籌的粉 所以大家需要小心 就是說你說之前一直 整個在周轉期裏面做得比較快 做到你說可能四五六的 運轉周期那些的股份 可能牽涉到少少的紅線 已經可能會叫做因為這樣 而被人收緊了 他們可能資金營運的那個方式 或者可能你說現金充足 比率不夠的公司 接下來可能會叫做放慢回整個 運轉周期 到時他們在整個周轉方面 錢方面或者你說拿地方面 整個進行的階段都叫做慢了的話 可能實現到或者你說入漲到那些的股值 有機會叫做縮減一點 所以這幾件事是近期的內房股 彈都彈不起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你說可能一堆的高槓桿的內房股 引發整個的階段性 就是你說可能整個行業性的整固 變成你說憂慮有幾個條件 就是可能你說一例 資金鏈斷裂的問題 如果你說一些高槓桿的股份 他們在債務上面真的償還不了的話 銀行可以拿回來的現金流 或者可能拿回來的一些債務的資金 可能會縮減 亦都可能不夠 所以在這一方面有機會在其他的房企裏面 需要叫call loan 或者你說提早去拿回一些債務回來 去叫做填補自己的資金充足比率 那這一點大家比較憂心一點 就是可能會不會影響了你說銀行業 之後那些資本充足比率都不夠的問題 所以就大家看著這一堆消息 或者你說看著這樣的股值 會叫做比較矛盾一點的 一來你說可能內房股都算是叫沽得比較強一點 PBook都已經接近是一個低位來的 但是你說消息面方面 在監管的政策之下 大家都是咬住這三條紅線 看著他們有哪幾隻是真的叫做踩中了的話 都是叫做繼續沽中的貨 即使你說有踩中一點點的 就是說你說碧桂園是踩中一條紅線都好 今天都是叫做繼續被人沽下去 一個新的五十二周身低裏面 所以就變成大家看著這類型的板塊 或者一些股份的時候 都仍然是需要叫做比一比 暫時未見到一些技術性的訊號 可以叫做撈底的 那可以叫做留意一下 譬如你說 假設RSI真的叫做跌到二十多樓上 即是二十多樓的水平 就是說你說捱著八月頭 曾經叫做跌過二十九左右的水平的話 再加上一些陽足的配合 才叫做考慮短期之內博拼它估值 可能調整回 所以暫時捱著 你說現在暫時三十樓下 都叫做差不多了 可以叫做慢慢留意一下 等待到這些訊號出來之後 才叫做留在那裡撈底 但如果你說即使這一兩天撈了的話 可能都需要給多些耐性 要坐一坐 是的 Samuel都分析得很詳盡 如果撈了的話都要坐 如果沒有貨都要盡量避一避 記得暫時 我和Samuel你甄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謝謝你 這個環節相片差不多了 再見